在前首相纳吉SRC案终极审讯进入尾声之际 那巫统内部各势力的斗争呢也开始暗流汹涌起来 就在昨天晚上11点 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突然发通知 要求全国191位区部主席 今天早上11点马上到吉隆坡的巫统大厦 跟党主席阿末扎西会面 那信息当中是这么写的 他说这是紧急而且重要的会议 党主席跟副主席呢将会跟区部主席举行特别会议 以讨论党未来的重要事项 而且需要做出一些决定 那这个消息一出啊 巫统大厦今天早上呢可以说是山雨欲来 丰满楼啊大批的媒体也是驻守在现场 毕竟同时跟全国数百位的区部主席召开紧急会议 只能够说这个气氛有一点非比寻常 不过巫统上下在抵达会场之后 消息就告诉媒体指出 主角阿末扎西竟然不在现场哦 因为他还要出席法庭审讯 那会议呢只能够在傍晚五点半之后才能够继续 而离奇的是身为副主席的首相伊斯曼沙比里 竟然偷偷的通过地下室进入巫统总部 避开了媒体大军 而不少区部领袖离开会场之后呢 大家似乎都非常有默契的闪避媒体 没有透露会议内容的半点风声 那刚才说阿末扎西他五点半回到来之后 他们才继续开会嘛 怎么知道呢 大港区部主席加玛就突然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杀出来说出席这场会议的158个区部主席 他们都一致一决要伊斯曼沙比里尽快举行大选 那加玛还笑称他说他自己收到信息的时候也被吓到 怎么那么突然呢 他还以为明天就要解散国会了 党主席积极如律令 巫统上下昨晚收到讯息后 今天早上11点陆陆续续抵达巫统总部 出席这场紧急会议 包括巫统元老沙里尔 沙巴州主席邦莫达 副主席卡丽诺丁等人 媒体等啊等等到下午两点多 终于有领袖陆续离开会议现场了 不过 所有离场的领袖都三见其口 不愿意对会议内容多说什么 直到下午四点半 向来作风出位的巫统大港区部主席 加玛就出来 向媒体放风声表示 这场全国区部主席的会议 就是要讨论什么时候举行大选 为何要马上大选 原因不能说 加玛强调出席这场会议的158位区部主席都以致同意尽快举行大选 而他们将会通过党总秘书阿姆马斯兰或者党主席阿姆扎西把基层的意愿传达给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那截至目前 巫统这场突然召集了158个区部主席附会的紧急会议 关起门来他们到底讨论了什么大事 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官方说法 那虽然加玛出来给媒体放风声说 这是一场要催促大选尽快举行的会议 不过有消息向我们的姐妹台Astro Awani指出 其实这是一场号召区部主席一同施压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必须要插手干预 并且指示大法官允许展颜那级SRC案件审讯多三个月的一个紧急会议 那不过会议最终并没有达成共识 反而呢大部分参与会议的区部主席 他们都不认同巫统应该要施压首相沙比利去干预司法审讯 消息还指出原本这场紧急会议呢 在早上的出席人数只有54个人而已 但是后来有高层发出威胁 说如果谁拒绝出席会议的话 那么他就不会获得第15届大选上阵的委任状 因此下午呢才再有另外的20人赶赴会议 消息就透露 会议上面呢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支持 要施压首相沙比利干预纳吉的这个案件审讯 而且他们也认为 这会让人觉得巫统在破坏三权分立 并且滥用权力 那这会让巫统在来一届大选当中呢 再一次被人民唾弃